也有些家長或者是老師就認為 自己的孩子其實在學校 真正發生什麼事情不太知道 只知道回到家裡以後 可能不太理人 或者說看他都跟其他朋友 沒有什麼往來 很多事情很冷漠 但都會覺得孩子這樣子 就算出現一些兇殘的言行 可能只是因為青春期 一點叛逆而已 長大就好了 這是很多家長的心聲 所以請問在專業上 我們到底要如何區別 叛逆還有這種潛在的暴力 因為以鄭杰的案例來講 他常跟同學說他要做大事 那我們一般正常人 我們會覺得做大事 應該就是可能要對社會有幫助 或是對自己的家庭 就是要做一番好的事情 往正面的 我們一般人都會往正面想 可是大家也沒有料想到 他說他做大事 是要做這樣子的 傷害人的大事 那我們家 就是在家庭裡面 如何監控孩子 知道他到底是叛逆 或者是真的 他其實在言語上 精神科醫師說 他在言語上如果說 他常常把說 我明天就要殺人 掛在嘴上 那也許這個就可能 他會有一些 算是精神壓力的急性期 可能就最好要請 這個專業的團體 或者是精神科醫師的協助 那如果說孩子 就是每天就是沉迷在3C 然後他可能都 也不願意跟人家互動 那可能也是要注意 而不是講說 他就是叛逆期 反正長大就會好了 就是一定要有多觀察 多注意 然後尋求這個幫助 外界的資源